陈博士 陈博士 这实验太危险了 还是我来吧 不用 我堂堂物理化学双料博士 不会出错的 我来 你出去吧 啊 老爷 老爷你别打了 再打少爷就让你打死了呀 别打了 老爷 好好教训教训这个逆子 老爷 我不要啊老爷 少爷 少爷你醒了 少爷 我还以为你被老爷打死了呢 我这是在哪 谁是怎么样了 什么事啊 少爷 你该不会被老爷打傻了吧 你醒了 醒了是吧 老爷 我 我叫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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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不止死 老爷 你谁啊 你打我干什么 你敢 叫我老头 我是你爹 我打死你 老头 拍电影对不对 你要再打我 我可还手了 什么 我是你爹 你敢打我 你来啊 来来来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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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对啊 导演 怎么不喊卡 老爷 摄像机也没用 这真实的触感 难道 我穿越了 我穿越了 少爷 你为什么要打老爷啊 下手真狠啊 好小子 你竟敢打你老子 对不起啊 我刚刚穿越过来 不认识你 说什么胡话 什么就穿越 你这样 移动点冰块去 不然一会儿肿了嘛 你傻呀你啊 这大夏天哪来的冰 还快 我忘记这是在古代了 没有冰箱 没事 我有办法 谁让你站起来呢 给我跪下 你去那个马厩 搞点墙灰下来 不学无术的 去什么马厩 挂什么墙灰 别管他 挺我的 总之 能给你弄来冰块 下手真狠啊 这小子 去 快快换身衣服 给我进宫灭生 进宫 你还好意思说 你得罪的和顺公主 是当街皇上 最宠爱的女儿 你未来的未婚妻 赶快 我们俩 一起去道歉 太麻烦了 不去行不行 你有啥挨仇啊 别别 老爷 少爷真神啊 我们有兵了 老爷 快 扶上 我就说嘛 我说的方法 肯定靠谱 这小子 平常看那乱七八糟的书 还挺有用 现在是不是 可以不去了 做梦 穿上衣服 马上走 公公 二位大人 请留步 皇上在和李卓他们商讨事情 那就有劳公公 去禀报一声 我们在门口等候 你干嘛 你不想要命了 这是皇公了 不想活 饭桶 都是饭桶 满意都打不过 还被人家追着他 你说 这样你们有什么用啊 陛下 此次战外 不能怪我们呀 是战马的问题呀 胡说 真的吗 那都是天下良军 皇上 这次是丘陵作战 马蹄 长时间奔跑 很快就磨破了 对方 也很快地追上了我们 这才吃了百账啊 废物 全都是废物 什么人 来人哪 呼 呼驾 呼驾呀 来人 将刺客救地正法 慢 全子惊动了圣家 请皇上恕罪 是 陈大人 这是你儿子 正是全子 跪下 大胆陈平 要论何意惊扰圣家 罪甘问斩 臣下之罪 请皇上宽恕 宽恕 臣大人 你以为这是你的后花园吗 想让陛下宽恕就宽恕 算了 打八十大板吧 这 还不信 皇上 全子身体沉弱 经不起打呀 我刚才就打了他一顿 他就昏了过去 如果再挨着八十大板 恐怕 性命堪忧啊 皇上 朕饶他死罪 你竟然跟朕讨价还价呀 啊 算了 拉出去一块打 哎 等一下 皇上 我有话要说 你要说什么 皇上 臣 刚才听见您在为战马的事情担忧 我有解决的办法 大胆 妄议国事 还不来人拉出去 等等 你说 你有办法 是啊 这 战马的马蹄 长期奔跑 定被磨损严重 很快就不能作战 臣 有良策 你不会是让朕多进战马吧 当然没有 一块铁片即可 胡闹 一块铁皮能解决战马的问题 陛下 莫听此子胡言 世人皆知 此子不学无术 臣建议将此子轰出殿位 是啊皇上 此子无才无德 莫要相信他 二位大人 臣子再不才 他也是当今和顺公主的未婚夫啊 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暗指皇上 有眼无珠啊 皇上 陛下 臣不敢 臣不敢 好了好了好了 是锣子是马 拉出来溜着 才知道有没有本事 陈平 我 原来问你 你有没有把握 臣有实诚把握 如若不成 愿皇上砍我父子二人的向上人头 你把我拉上干什么 好 来人 护将平令 听他犯覆 混账东西 你自己想死 你拉上我 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老头 我们不是父子吗 就 别记紧这个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一半一半吧 历子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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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又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就不能像朕一样 稳张一点 皇上 公主殿下 病危了 你说什么 怎么回事啊 公主她 是怎么了这是 启禀皇上 公主脉象平稳 但是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病症 昏迷不醒 表情痛苦 真是奇怪 哎呀 你说这公主 会不会是被我气的 你胡说什么 她呀 就没有什么办法嘛 找不到病症 无处下药啊 哎呀 你 朕 朕来问你 公主上 我都做了些什么 皇上 公主今天 和陈公子吵了一架 吃了点东西 什么都没干 哦 我明白了 公主是被陈平气的 都气得昏迷不醒啊 气劫于胸 确实有可能陷入昏迷 哦 我也知道 这公主身子弱 陈平故意惹公主生气 其心可助啊 好你个陈平啊 你好大的胆子 你把公主气场昏迷了 看朕怎么治你 来人 拿下陈平 活着去 乱滚打死 皇上恕罪啊 我儿子那是无心的 无心的 我说他就是有意的 公主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别说是他了 就是你这个伤书 这爷一起打 哎呀 又把我带进去 还愣着干什么 他他他他 皇上等等 你还有何话可说 皇上 公主根本就不是气病的 而是食物中毒 大家请看 这桌上 桌上这烟菜 公主一定是吃了 没烟透的烟菜 导致的亚硝酸盐中毒啊 一派胡言 莫名其妙 不知所云 快拉下去 皇上 公主性命垂危 只有我能救公主 谁敢动我 慢着 沈平 你说公主是中毒 阿姨 你怎么看 皇上 微臣行医三十余年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食物中毒这样的事 驸马所说的 什么什么盐 更是闻所谓 一个庸医 懂什么 你要是真厉害 你把公主给我治好 你治 皇上 驸马所言 纯属胡扯 臣甘以性命担保 公主的病 就是气的 太医都这么说了 你还敢狡辩 快快拉下去 我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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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女儿 皇上 公主性命垂危 请让我试一试吧 有把握吗 陛下 此次不学无术 他怎么懂得治病救人之术 是啊 陛下 这个臣情 从小就是出了名的顽固 别说医术了 大字他都不实际干 让他给公主看定 真是笑话 是啊 皇上 让一个外行人给公主治病 这不是笑话 我太怡愿无人吗 三位大人 刚才你们 只一嘴压一嘴的 一直都在阻拦我儿啊 难道你们有更好的办法 能治愈公主吗 如果没有 你们各自把嘴闭上 皇上 我有把握治好公主 请让我试一试吧 陈平 上前来 来 遵旨 我去拿椅子水去 快去 这是何物啊 肥皂水 又叫椅子水 住手 大胆陈平 你竟然给公主喝这个 你知不知道 椅子水 那是用猪的遗葬和杂草所制 我当然知道 用你说嘛 这个东西又行又丑 只能洗粗不满意 居然给公主喝这个 弄什么你 这椅子水里面 还有丰富的蛋白酶 有一定的催吐作用 只要让公主喝下去 公主就能把之前中毒的食物给吐出来 皇上 微臣行医三十余年 这用椅子水给人治病的事 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能信呐 对呀 陛下 太医都不懂的东西 你竟敢给 公主去喝 椅子 误会不堪 给公主喝这个 会出大事的 皇上 万万不可呀 陈平 陈平 你有没有把握 皇上 陈如果没有判断错误的话 方法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只要让公主喝下椅子水 就能把之前中毒的食物给吐出来了 皇上 这椅子水若能治好公主的病 臣愿意退出太医院 永不行医 臣也愿意向陈平鞠躬道歉 臣也是 臣 有个好儿子 你们别吵了 吵得这头都大了 来陈平 快快快来 来来来来 这 这怎么还没行啊 这是 陈下 陈平 他就是存心在戏弄公主啊 这陈平 就是想毒害公主 你掩盖她 弃死公主的真相 皇上 公主的脸色更难看啊 这 女儿 来人 拿下陈平 皇上 皇上 你 哎皇上等等 臣还有一个办法 还有办法 公主喝完之后 吐到现在都没有气 还玩什么鬼把戏 陈平 我言时间也就好 还是乖乖的认罪吧 皇上 看来 公主不是简单的食物中毒 而是 过敏性中毒 什么都是 奇奇怪怪 一派胡言 把我们都当成傻子吗 你就是想害公主 哎 周大人 我儿陈平 是当今的准驸马 公主 是她未过门的妻子 她难道有病 非要 害自己的夫人 就是 是不是啊 真不知道是你们有病 还是我有 谁知道这个顽固怎么想的 哼 她上午跟公主吵架 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哼 笑 没听说过 吵架能把人给气死 要再胡言乱语 休怪我 不客气 好大的官威啊 陈大人 难道你要在陛下的面前 给我们全宰了不成 你试试 陛下 我还有个办法 我这里有一枚药 让公主服下 就肯定没事了 药 什么药 给我送开 皇上 这叫绿雷他定 专门治疗过敏的 绿了谁的定 这 这好奇怪的名字 阿姨 你怎么看 皇上 微臣 从未见过这种东西 陛下 万万不可 刚才那椅子水 已经够离谱了 现在 又搞了个什么 莫名其妙的药 公主的凤蹄 经不起折腾呀 陛下 快 公主的病 好像加重了 陛下 这没时间了 让臣试一试吧 如果不成 臣愿陪公主一死 快快快 来来来 好 不行皇上 公主嘴巴紧闭着 这药片根本喂不下去 这 这 这如何是好啊 来来 给我 你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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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他说 他要给 公主喂药 我也要 我看 你是在轻薄公主 你这是 叶无公主的清白 罪甘万死 他说 药马上就要化了 公主再不服的话 就会有危险 他是公主罗友恨夫 他有这个资格 他 他说的 有这么长吗 我也听不懂啊 陈平 你你你 喂喂 所有人 站过去 站过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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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都转过来吧 太好了 女儿 女儿 这这这这怎么还没有醒啊这 药校发挥还没那么快 皇上 还要再等一下 这次公主要是不行 小心你们两个的脑袋 我已经准备好找个好地方 看斩首了 斩平 朕给你机会了 可是你不 皇上 公主醒了 公主醒了皇上 我的女儿你总算醒了 父皇 你怎么在这 云儿 你总算是醒了 我这是怎么了 哎呀 你食物中毒了 差点要了小命 食物中毒 什么食物中毒了 就是吃了没有烟透的烟菜 导致的中毒 原来 吃烟菜也会中毒啊 可不是吗 真也是刚刚才知道 来人呐 把御膳房负责烟菜的御厨 押入大牢 听后发落 是 女儿 你啊 好好休息啊 好的父皇 多谢太医了 你的病不是我治好的 你要谢 就谢谢他吧 怎么又是你啊 公主您好 是我救了你 不过 别太感谢我 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又是你 上午刚惹我生气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上午 上午的事就算了 现在我可是你救命恩人 羽儿 确实是陈平救了你 你啊 应该好好谢谢他 谢谢你 别那么客气 公主 皇上 还没有惩治 陈平的惊扰圣驾驶之罪 这 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来人呐 陈在 陈平刚刚交代的事情 办得如何呀 回避皇上 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殿外 好 走 看看去 你死定了 皇上 此马是刚从战场上退回的老马 已经按照陈大人的指示 给此马钉上铁掌了 很好 所有都准备就绪了 请皇上 亲自试马 嗯 大胆成兵 让陛下亲自试马 这匹马 走进沙场 马蹄早已破烂不堪 步行都是个问题 走几步就得摔一脚 你让皇上试马 就是蓄意行刺 逆子 怎么能让皇上试马 皇上 这马都已经恢复正常 你要不是亲自试的话 怎么知道 臣下所言无虚呢 胡闹 陛下乃九五之尊 身份尊贵 所欺之马 必是万里挑一 这区区残马 怎配得上 我当今陛下 皇上 此子 其心可重 万不可相信啊 皇上 老臣 愿意为您试马 不必了 朕亲自来 皇上三思啊 怕什么 朕九经杀场 什么战马没有骑过 真的这匹老马 还没到老眼昏花的时候 装得狠 让开 皇上三思啊 此马果然快如疾风啊 不是比普通的马 还多少倍啊 陈爱卿 你是怎么做到的 皇上 请听我娓娓道来 苏苏说来 这都要依靠 这一小块铁掌 此物名为马蹄 能够让马儿更好站立于地面 并且在行走和奔跑之间 避免地面给马儿带来的磨损 能够长久地保护马蹄 来 给朕瞧瞧 没想到 这么一个小小的铁片 居然有这么大的作用 只要将此物 盯在马的四只蹄上 再次作战时 定会如履平地 那山川河流 那是一跃而过 好啊 真是天助我也啊 真为此事发愁 没想到陈爱卿你 休地一生 从天而降 为朕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真是功不可没啊 看来 这个驸马 真是选对了呀 陈尚书 此事便交与你负责 马上通知兵目 下令将全国的战马 都打上这个 马蹄铁 陈灵指 陈平啊 你救治公主 发明马蹄铁右供 朕要衷赏于你 有钱花了 朕要给你封官 你回家等候生旨吧 不给钱啊 谢皇上 谢恩呢 谢皇上 为什么要封官啊 好好的给我官干什么 不能随意揣摩圣意 让当官那是件好事 有人想当 还当不上呢 你就知足吧 那我也不想 我都上一辈子班了 我 我就不能享受享受 你少说废话 公公马上就到 你给我打起精神来 高兴点 嗯 高兴 我保证不哭行吗 圣旨到 陈平 接旨 陈灵旨 跪下 陈接旨 陈平 学识渊博 游勇有谋 献良策 就公主有功 朕大跃 献丰 制造司 司成 明日前往制造司 任旨 不得有物 亲子 谢恩 任旨 谢恩 这还有好日子吗 傻儿子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什么 我是公部尚书 负责 全国的制造 你们制造司 负责发明创造 直接跟皇上对接 你如果好好地干 咱们父子俩联手 垄断 全国的制造业 到那个时候 那不发财了 我们可不是贪官 光宗要祖 哦 对了 我得提醒你 你的顶头上司 就是昨天那个叫李卓的 你可千万要小心哪 什么 站住 官府重地 不得入内 我是这儿的司成 我来报到的 司成 有令牌吗 这里边的人都得有令牌 没有 你没有令牌捣什么乱 去去去去 来来来 你看看这是什么 你还敢拦我 没想到这儿这么正式 没好日子苦 大家都抓把劲啊 对我吧 今天干不完 再谁都不能走 大人 陈平来了 要不要带到后堂用茶 想喝茶 给我带这儿 大人 又见面 玩水呢 没看大家都忙着呢 场地改造 这水都得放出来 行 那你们先忙 我有点饿 我先吃饭去了 给我站那儿 这活今天干不完 谁都不能走 更别吃饭 我当多大点事 就这点活 我一个人就能干完 此话当真 当然了 就这点活用不着别人 来来来来 大家都停一下停一下 哎呀 陈少爷刚才可说了 你们的活 他一个人干 但是咱丑话说前面 他要是干不完 咱谁都别吃饭 啊 他一个人 那得跟到红年马月啊 饿死我们得了 就 陈少爷 请吧 你们去给我找几根粗的主管 再找一些粘连记 记住 要防水的那种 要 要主管 难不成 你要把这水都喝了 以大人的智慧 很难解释啊 你就等着看吧 大胆陈平 你 他是皇上派来的 大人 稍安勿躁 心怒心怒 好 去给他弄 是 我看他能玩出什么鬼把戏来 好 现在按照波浪 把管子连接起来 注意紧密啊 现在把这个竹子的另一端 放到这个水里 另一头给我堵上 这要是能把水抽过 我就给他全喝咯 你就等着看吧 下去 好 另一端用手堵着 兄弟 千万别松手 就是现在 松手 放 大人 出水了 出水了 大人 沾出水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李大人 现在信了吧 您说 这 这是为什么 李大人 我告诉你吧 这叫红溪现象 这红溪现象啊 是液态分子间的引力 与未能差所造成的 既利用水柱的压力差 把水流上升后 再流向低处 不是 你说 你说的是什么 你说的是汉语 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啊 你们听懂了没有 说的是什么 不知道 学吧 学海无涯 学无知境 李大人 慢慢喝 我先去吃饭 吃饭 气死我了 这个陈平 第一天来就让我颜面扫地 爹 什么事让您如此动怒啊 还不是因为那个陈平 本想给这个教训 他给我上了一课 还说什么 啊 学无止境 就此理 爹 多大点事啊 想找他麻烦还不容易吗 农具改造那个事 皇上已经追我们多次了 不如 我们交给他做怎么样 好 他要走不出来 到时候我就到圣上那掺他一把 让他滚蛋 对啊 这不就滚蛋了吗 李大人 这 没吃饭呢 光喝水可不行 你来得正好陈平 我要差事交给你去办 什么差事 简单 把农具翻新一下 每亩的效率提高 一倍即可 翻新农具 陈大人 这农具改造虽然容易 但我跟你讲啊 皇上非常关注此事 若是你办好了 那何尝不是一件很美的差事呢 但你办不好 那恐怕我们这 小小的制造司 就容不下您这尊大佛呀 你谁啊你 在下 制造司副司长 也是 李大人的儿子 幸会啊 幸会 行 这活我接了 好 陈思辰 既然这事你接了 那 咱们约定个期限可好 您说多久 今天 算了 明天晚上 之前交给我 如何 没问题 好 那就这么一言为定 宣 宫主殿下 宣陈平陈大人进宫 宫主找我 是因为我救了她 想好好讲对我 宫主 宫主找你你速速去啊 记着咱们的明日之约 爹 这小子果然中计了呀 嘿嘿嘿嘿嘿 他一天要能造出来 我就跟他姓 嘿嘿 不可能 那为难了我们制造私这么久的事 他一天能造出来 绝对不可能 所以啊 他造不出来 我就到皇上那参参 他就得滚蛋 还是爹英明 哈哈哈哈哈哈 公主找我 肯定是要感谢我的救命之恩 回想起来 这公主的身条还真正呢 以后有福了 没人 公主 公主 一个浪荡子 竟敢轻薄于我 你干啥呢你 你还好意思问 你是怎么给我治病的 就正常的治病流畅 你胡说 你给我灌了椅子水 还亲我的 我都 你说 这件事 当时你食物中毒 我要是不给你看过米药 你可就走了 什么看过米药 绿雷塌地 你们这儿没有 我自己带来的 那你为什么用嘴 大姐 当时你嘴巴紧紧地闭着 我要是不那样给你喂药 你可就死了 这么说的话 我还得谢谢你 那你将仇报 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 算我对不住你了 公主殿下 张公子在殿外求见 张哥哥来了 太好了 张哥哥 我还有情敌 行了 张哥哥来了 快走快走 你看你这个熊样 什么张哥哥 我也要见 你见 我张哥哥可是有名的才子 你见了 可别自残行贿 哟 才子 那我更得见见 参见公主 张哥哥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了 特意来看你 来 张哥哥 快上走 坐 来人 给张哥哥奉茶 来这么久没什么招待我 他一来就气差 这么恶心 你在那嘟嘟嘞嘞嘞说什么呢 你就张慎是吧 你干嘛呢 原来是陈兄 今日居然没去赌房 我现在无官无职 闲人罢了 哼 原来是无业游民啊 我张哥哥是有名的才子 学富武车 整个京城都羡慕他的才华 他要是想当官早就当了 不知一提不知一提 公主 今日我前来 是想送你一份礼物 你 这是什么东西啊 快打开看看 我知道公主喜欢音乐 所以找人学了一棵千年古树 做了一只琴送礼 千年古树 这好难得吧 谢谢你张哥哥 怎么了陈兄 你今日 不会空着手来看公主的吧 怎么 又输光了 可惜啊 可惜 他呀 不弃我就行了 送礼 想都不敢想 你真是千年古琴吗 这一看就不是千年的 你说我这琴不是千年的 你这就污蔑 我就说了一嘴 你怎么就生气了 被我说中了 没有啊 只是一时气急而已 你凭什么说张哥的琴 不是千年的 你有证据吗 没有金刚钻 我就不会揽着瓷器活 你有什么证据啊 每一棵树啊 都有年轮 一圈表一年 你看看这口琴 上面最多几十圈 这根本就没有一千圈 就是假的 年轮 我头一次听说 树木有什么年轮之树 肯定是你杜撰 我也没有听说过 那是因为 你两耳不闻窗外事 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没有任何的证据 那这样 我们去外面 随便找一棵树看看 好啊好啊 怎么 张公子怕了 有什么好怕的 行 那要是印证成了怎么办 要是你对了 我叫你一声老师 跟我走 你还没说 你没对怎么办 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你 你 老将 公主 公主好 各位公子好 这就是我们宫里最老的公教 花园里的一草一木 它都很熟悉 你就吩咐吧 好啊 老先生 我想问问 这棵树一共有多少年了 一百一十二年了 那麻烦 您帮我数一下它的圈 是 年轮之书 简直无稽之谈 我之前翻译过几本古书 也没找到相关的论据 你那书都过时了 胡说 这些书籍都是前辈高人所著 你竟然说他们没用 就是 你连字都不识几个 还敢置疑输本 唉 各位大人 我都数好了 多少 一百一十二圈 跟树林完全一致 怎么可能 你确定没有数错吗 你再数数 不可能 大人 我是全国数数冠军 肯定没错 还有这种比赛真是可恶 张哥哥 你居然抱粗口 张哥哥 你是不是该喊我什么了 师父 哎 好图儿 怎么会这样 真的有年龙这一说法 之前跟你说过你就不信 当然是真的 就是 某人送礼物这件事 这可说不清楚 一定是那人骗了我 拿了假货充数 我也受害者 你还敢嘴硬 没钱就没钱 你装什么你 你 滴姐 看见了没 以后少跟这种绿茶男人乱说话 要眼见为实 想不到 你还真有点本事 以前是我低估你了 你想不到的多着呢 那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这个叫魔方 可以转动 是个小玩意儿 谢谢你了 第一天到制造司上班 一定会给你安排什么差事 那是正常的 什么活 改造农具 你只要能把这个活给干好 皇上 一定是龙颜大月呀 给你什么期限 三个月 还是半年 明天 明天 你这么吃惊干什么 哎呀 你是不懂哪 这件事很重要 难度极高 这是让你死的节奏 老头你急什么 放心 我有办法 有办法 那马蹄铁的事情怎么样 小事一桩 哎哟 老头 东西都送到前线去了 你还挺笑里的啊 那是 此事当真 差不多 还没有查识 但八九不离世 速速去查 一有消息 立刻来饼 姐 怎么了 小事 现在什么时辰了 再有 半个时辰 天就黑了 陈平还不来 他不会是直男儿退了吗 那是必然啊 就这革新农具 让多少能工巧匠都吃了饼 他陈平一天都敢 那绝对不可能 谁说我做不出来的 农具呢 你这 不会是做了把小铲子藏在身上了吧 但这可不算数啊 我们要的是每亩离地至少提高一倍的效率 怎么可能 抬下来 这是何物啊 梨 怎么跟直梨不一样呢 这叫取原梨 是将直远改为取原 并在梨头上安装可以转动的梨盘 这样整个梨架就会变小变轻 非常便于掉头和转弯 很灵活的 那怎么提高效率啊 我问你 这现如今耕地的速度为什么会慢 直梨离地需要多人和两头牛 大量的限制了这离地的效率啊 取原梨只需要一半的人工和牲畜 就可以了 怎么可能 我不信 我也不信 不信啊 不信你不会让人试试 你们去试一下 反正我不信 回禀大人 这个东西神了 真的只要一般劳力 什么 李大人 这下信了吧 一年多我们都没解决的问题 他一个晚上做出来了 你们俩有什么话不能当我面说 李大人 现在总行了吧 此诚发明 我明日领明圣上 你就等着请赏吧 抢赏就不用了 只要李大人不为难我就行了 怎么会呢 我们同是私礼之人 一起为朝廷效力 四川也累了 今天 回去休息吧 那我先回去 你真的要离开 你真的要离开皇上吗 你宝能行啊 此时众人皆知 不说 我会落人口识的 大人 都调查清楚了 快说 之前说的没错 确实是那批货出了问题 导致又吃了败 天人完全 天助我爷 快 随我进宫 这下陈家完蛋了 我以为我儿不学无术 没想到 你是藏风啊 现在谁还敢看不起我儿子 多大点事 老头 我就是 比较好奇这李卓 为什么非和你过不去啊 哦 他是记恨我 抢了他的公部尚书的职位 当年你祖父 是帮着先皇打天下的老臣 就把这位置给了我 把他最爱的公主 下嫁于你 我还是富二代呢 干起来 什么人 怎么擅闯我家啊 你们可知道我是谁 当然知道 你乃堂堂的公部尚书 陈大人 吕卓 吕卓 吕卓大人到我家来 所为何事啊 当然有事 我来问你 马蹄铁的主意 是陈平所出吧 是 又如何呢 那就没问题了 给我拿下 慢 你还没说为什么 战马用了马蹄铁 磨损依然严重 我军又吃了败仗 什么 这不可能 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 皇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龙颜大怒 已经下令 将陈平押入大牢 听后发落 押起来 干嘛 干嘛 我要面见皇上 可以 要明日走 皇上会亲自问许 今天陈平必须带走 你去一下 明天一走 就去面见圣神 带走 哈哈哈 老爷 你飞去不可吗 这在牢里了 我必须得去 可是 为什么可是 这些人 我鞠躬尽脆 口心沥血的效忠皇上 会听我一言的 老爷 朕不听 朕不听 皇上倾听臣一言 父子二人合伙 喜怒皇上 这才导致我军吃了败仗 没错 那日陈平信誓旦旦 我还以为有什么好计 不过是一场骗局 什么 骗局 你胡说些什么 怎么 你父子二人 一个负责出谋划策 一个负责督造 为的就是职务之变 中饱私囊 你说 制造马蹄铁探了多少银两 皇上明见哪 魏臣是绝对不会贪污的 而魏臣造的马蹄铁 是绝对没问题的呀 没问题 没问题为什么部队用了之后 吃了败仗 够了 大仗是国家的事 关系上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其当马马虎虎 你们父子俩呀 给这出了个馊主意呀 让朕的军队吃了败仗 说 该当何罪 回禀皇上 应当按照当日陈平所述 将二人就敌文斩 把陈司徒也押入大牢 一臂发落 皇上 没想到陈平还有点东西啊 还挺爱玩的 公主 公主不好了 陈平被抓起来了 你说什么 真的 已经下了大牢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他 哥 你帮我 通报一下 这个我想找上面的人 想的没 在里面待着吧 这是我爹在这儿 把你们全杀了 别救了 我也在这儿 老头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 你不是说来救我的吗 我救你 我再被扯进来 算是蛮大文 我问你 这马蹄铁的事 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明明用的最好的铜柱的 怎么会出问题呢 为什么不用铁 练铁多难呢 绑不到了 公主驾到 公主为什么会来 你怎么来了 你先下去吧 我听说你被抓了 公主 还是在乎我 只是你之前救过我一命 我来见你最后一面 见完我就够 有欺如此 夫妇何求啊 陈大人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公主 有办法 你把皇上喊来 有机会的 我去找我父皇 一定让他见你们 等等公主 你又干嘛 怎么了 陈大人 把他 一定要交给 皇上 这是 父皇 儿臣有话要说 为什么要求见陈家父子 女儿 这是朝政 后宫不得过问 可是他救了儿臣的命 不能杀他 你不是不喜欢他吗 朕杀了他 再给你找一个 不行 反正 他不能死 公主 此时皇上已经有了定夺 他们不会死 只会流放在外 那这和杀了他又有什么分别啊 女儿 别再胡闹了 回去吧 既然不能饶恕他们的话 见一面总可以吧 朕是不会见他们的 他们让朕太失望了 公主 皇上乃是万圣之躯 怎可去地牢那个地方 那这个呢 久し 哈 这 这 这 开饭了 敢吃 吧 敢吃 outsider 立仇 居然还敢来 嘿嘿 你怎么不敢来 你怎么不敢来 你们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了很开心嘛 你为什么 一定要置我们父子于死地啊 问我为什么 当年我是堂堂的壮人 只因出身寒门 没有你那个好老爹 我就只能再制造私了 那个侍郎应该是我的 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当不上这公路上书 为何 因为你贪婪 你德不配位 像你这种人一辈子都休想 我呀 打算一把火把这点了 把你俩都送 我看你们还有什么机会 不 你敢谋杀我们 这不怕皇上怪罪下来 我好怕呀 去死吧 圣上驾到 陈司徒 在 是你让公主交给朕的 是的皇上 这是当年先皇赐予我们陈家的金牌 先皇当时说 见此牌 如见先皇 今天臣 特此一用 望皇上入罪 朕也很想念先皇啊 朕念在当年你们陈家赫赫战功 可以免你一死 但要隔去你的官职 你走吧 谢皇上 皇上 万万不可呀 儿啊 咱们回家吧 慢着 你可以走 但臣平不可以 朕还要治他的罪 陛下 这马蹄铁绝对没问题 只是这方法出了问题 大胆臣平 你可质疑陛下 陛下 臣没有这个意思 臣只是想说 马蹄铁没有问题 只是在炼制的过程出了问题 不是用铜 而是铁 铁 你可知道 治铁之法 何其治难 陛下 臣愿自证 好 那朕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若不成 臣驾 门门朝斩 儿 有救了 之前链铁的工艺 困难又复杂 是因为 链铁的过程中 需要极高的温度 只要在淬炼的过程中 加入一些其他材料 就可以 降低需要的温度 什么材料 就是这个 钛 大家请看 皇上 用这样的方法 不仅能加快炼铁的速度 而且铁的硬度 也会大大的加强 这虽然速度是快了 但是多了一个步骤 就是加炭 这人工就增加了 皇上 刚才周大人说的话 臣也想过 确实会增加一个人的工作 等等等等 这可是他亲 亲口承认的啊 所以臣建议把之前的单人作业 转换为流水作业 这啥 流 流水作业 讲清楚 简单来说 就是第一个工人做第一步 第二个工人做第二步 以此类推嘛 可是 这 这 这的人缘增加了 这 还能提高速度吗 绝对能加快 皇上 一派胡言 简直不知所云哪 陛下 大人要是不信的话 怎么不找人试试 本人啊 按照 这听说的 是 有点不靠谱啊 放心 这流水作业 美国人发明的 很厉害的 各个大厂都在用 绝对没问题 皇上 陈大人说的没错 这速度 果知快了好多倍 什么 是吗 陈云星 你太有本事了 朕 错关你们父子俩了 这宣布 你们父子 无罪释放 谢皇上 皇上 臣还有一事禀报 尽管说来 臣要控诉 制造司司长李卓 一同烧死我父子二人之事 陛下 臣冤枉呀 陈平 他是在诬告老陈哪 还请陛下明察呀 臣也觉得 李大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陈平 你所说之事 可有证据 我没有 没有 没有就是诬告 陛下 臣壮告陈平 诬告朝中重臣 哎呀 你们把朕这儿当什么了 当成衙门了吗 这件事情 要从长计议 在前不谈 儿啊 从长计议 公主 你就别走了 我眼睛露花了 你说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啊 公主 你怎么不对劲啊 我怎么发现你 越来越关心陈平啊 你又不说 可是 他之前救过我 仅此而已 真的吗 对啊 哎呀 你别问了 好 既然公主 如此伤心 那我就再去打探打探 驸马爷的消息 驸马爷 没事了 那当然了 这点小事 怎么能难得住我 就知道吹牛 不是你之前在牢房里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了 不 得 多亏了公主你嘛 我 这 那边一网好 我立马就过来感谢你 算你有点良心 我的良心和才学 可是京城最高的 你还是吹牛 你的才学 确实有 那么一点点 但不多 还敢质疑我 行 你说吧 你有什么事 我全给你解决 过两天 有一个才子大赛 你要是能胜出 我就算你有才学 才子大赛啊 嗯 不感兴趣 张公子也会去 那我也去 又是他 真是阴魂不散 一个送假货的人 还敢自称才子 要是你能获得胜利 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什么都可以啊 你别瞎想啊 只要是合理的愿望 你可别想占我便宜 那你 到时候也会去会场吗 当然 好 一言为定 好 少 少爷 您这是 锻炼身体呢 少爷今天不去指导死了 哎 去个屁 那两副子 巴不得我死 鬼才去呢 那少爷 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我打算 少爷又去赌场 我要去青楼 啊 您来了 不愧是青楼 这生意果然火爆 是啊 少爷 这才刚刚傍晚 就这么多人 这一天得挣多少钱 哎呀 陈公子 救我 我来了 少爷 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要不找个人问问 这人来都来了 自然是要开个包厢 找个包厢好好问啊 对 第一次来青楼 想想都刺激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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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 陈大人 好巧啊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 大人说了这是什么话 今天也是为了这青楼的花魁而来 什么花魁 这白李纸 它从来都是卖艺不卖身 而且我跟你讲 白李纸色意双绝 那琴声堪称一流 据说今天呀 只要能得到这场比赛的头筹 就有机会和白李纸共度良宵 哎呦 你瞅瞅我这脑子 我忘了 今天这场比赛比的是底蕴 我忘了大人您不识字啊 这么说 就自认为我不如你了 我肯定来啊 论底蕴 那李某自然是要甩你几条街啊 行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各位客官啊 花魁登场了 她好漂亮 各位公子 今天晚上 奴家准备了一轮测试 只有通过测试的 即可获得与奴家 共度良宵的机会 不过 只有一人哦 我我我我 我我我 真恶心 奴家准备了一种好酒 他来自西域 请各位公子尝尝看 若是哪位公子 能先说出他的制作方法和原料 就算是胜出 好 请各位公子尝尝看 那可能是我了 给我一杯 这酒怎么是红色的 白丽纸小姐 这是酒吗 当然 请各位公子尝尝看 真难喝 什么味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 好一杯 绝佳的 葡萄酒 此乃西域名酒 葡萄酒 是由葡萄酿制而成 和平常的白酒不同 他们注重原材料 要细心慢品 真名啊 你到底懂不懂酒啊 这玩意儿又苦又涩 你说他拿葡萄那样的 他怎么没有葡萄的香甜呢 就我看倒上是醋 葡萄酒注重的是品质 要细心慢品 你那样一饮而尽肯定是不行 你懂你懂 来 你告诉我怎么喝 陈公子 小姐请您上楼 喝了这杯酒 早点歇歇下 这 不太好吧 我 已经有未婚妻了 大男人有三妻四妾很正常 公子 不要有心理负担 少爷 老爷让你赶紧回去 老套 你竟然敢去泡青了 青楼 我就是去看看 再说了 李卓他儿子不也在 他是个什么东西 他能跟你比吗 你是未来的驸马爷 要是让人知道 你到青楼去 你会被弹劾的 那又怎么了 这 不是 我就是去喝了点酒 就是这么简单 你都已经到了 人家女子房间里去了 我 仆人回来说 要不是他及时赶到 你女的都 都让你失身了 总之 以后你不许再到那种地方去 知道 你明天干什么呀 明天我去参加才子大会 我没听错吧 怎么了 你去参加才子大会 怎么了 知子莫入府 像你这种 无才又无德 你现在德行还不错 有进步 可这才 你要是去了 你不让人 下巴都笑歪了 东西乐极生悲你 落头 张兄 你好啊 原来是周兄 你也来参加这次比赛 哎呀 玩玩而已啊 肯定比不过张兄 不敢不敢 虚名罢了 周兄的才能 才真正让人佩服万分 张兄就别取笑在下了 这不知道今天比赛 还有谁会来参加 人确实不少 不过 都是来凑热闹的吧 哎 也对 哎 陈平 真晦气 又见到你 没想到你也来到了这 幸福 你一个送假货的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那只是个误会而已 陈平凶目要开玩笑 哼 原来你就是陈平 那个铁匠 你是何物 我是当今户部侍郎 周慧之子 周宁 哼 不认识 你 公主驾到 参见公主 欣妍 你怎么来了 公主肯定是想来看看才子 毕竟她的夫婿是个废人 这脸皮是真厚 你是真情 我怎么得罪她了 不知道 公主 您就别生气了 您都气了一上午了 气死我 陈平她居然敢去青楼 可那是传言不能作数的 传闻 那陈平在青楼里面大放异彩 花魁对她青睐有加 两人都进同一个房间了 可是后来 陈尚书又把她接回去了 没事的 反正我就是生气 这次比赛 我绝对不支持她 行了 我们准备准备 比赛马上开始 嗯 不能再和这个耽误功夫了 毕竟这一货第一轮就会被淘汰 张兄 你说到时候公主会是什么表情 那肯定是破口大骂了 各位才子 各位才子 请各就各位 比赛马上开始 我们此次比赛共分为两轮 一是作对 二是淫师 在此之间 没有被淘汰者 就算是胜出 对师 是张氏的强项 我出一个上脸 对出下脸的 就算是自己 张公子 上脸是 李达李 李辰底 李辰 下脸 风吹风 风扑地 风夕风飞 啊 真厉害啊 真厉害啊 周公子 何植何花 何上掐去 何人待 请您请弦 清音谈给 清额听 还得是张公子 脱口而出 张公子 不是有名的才子 只是 有些人 自然是比不上 陈公子好 陈公子准备好了 我要出上脸 请出上脸吧 好 听好了 有月即灯牌 无论春秋冬夏 这好难啊 这里面竟然有春夏秋冬季 陈平 肯定答不上来 陈公子 若是答不上来 我便视你为弃权了 别对了 咱肯定对不上来 谁说我答不上来的 听好了 侍风接入座 不分南北东西 好 真厉害了 没错 完全对仗 陈公子晋级 太厉害了 可恶 还是让他梦胜了 张兄别急 第二轮对师 才是你的强项 那么经过 这次比赛之后啊 如今只剩下了 周宁 张慎 陈平三位公子 那么最终的胜利 将划落谁家呢 我们拭目以待 公主 你最看好谁啊 当然是 当然是张公子吧 我怎么看你的眼光 一直落在陈公子身上呢 我没有 现在进行第二项比赛 比赛内容为 作诗 就以家人为题 在规定的时间内 谁做得好 谁就算胜出 三位 请 公主 你看 陈平他动笔了 时间到 我完成了 我先说的让我先来 不要脸 明明是我先说的 主持人 你说 究竟谁先说 陈公子先说 让陈公子先来吧 可恶 云响一场 花响容 春风拂剑 鹿滑浓 若非群域 山头剑 会向摇台 月下逢 不可能 这首诗不可能是你做的 不是我做的 难道你做的 你有在别的地方 听到这首诗吗 没听过 不代表是你做的 有本事 再来一首 行 都竖起耳朵 给我听好了 千秋无角色 岳目是佳人 清澄清国貌 惊为天下人 张公子 到你了 怎么不敢念了 你 还说自己是财子 连自己做的诗都没脸念 你真是丢人哪 你欺辱我 我跟你拼了 原来你作弊啊 没有 你们听我说 张公子 你做何解释 周公子 让我们来看看 你做事如何 看 白纸一张啊 主持人 可以宣布结果 我宣布 本次财子大赛 最终的获胜者 陈平陈公子 张神 将永远被取消参赛资格 我 谢谢 这个陈平 我还真有两把刷子 是的 陈公子真厉害 公主 我怎么得罪你了 你怎么一见到我就生气啊 你还好意思说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原来你说的这件事 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做 那也不行 别这样 你别生气 我给你个东西 什么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叫香水 是由花瓣提取的 非常好闻 只要擦在人身上 就能让人自带花香 并且酒精不散 好香啊 这样的话 那我以后 就不用随身洗带香囊了 是啊 现在不生气了吧 你的一次用用底消 这次 就先这么着 这 走看一看啊 看一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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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看一看啊 还烧了 奇怪 京城怎么会有这么多难力 我也不知道 这也太多了吧 官府难道都不管吗 不行 我们就给他们买点粮食吧 不能让他们饿死 老板 给我五十斤纳米 对不起 我卖 你凭什么不卖 我又不是不给钱 买两斤可以 买五十斤不可以 为什么 不懂规矩了吧 看看这个街道上面 都是难民 所以我们要控制成本 不允许多卖 那我买两斤的 多少钱 买两斤嘛 一斤五十 两斤 一百 什么 一百文 一百文 之前都给我买五斤了 嫌贵啊 我还嫌贵呢 现在就是这个物价 过几天 还要涨 你这不是在发难民财吗 那又怎样 你要不买 赶紧走 赶紧走 岂有此理 你刚刚说 这里的物价统一 对啊 我不管你卖多少钱 我就是要买五十斤 你做梦 你给不给 难不成你们就强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给卖 我就是要强 我管你是谁 我是当今公主 你敢不给我吗 我还是玉皇大帝 气死我了 你快给我 抢你了 给我 我撒开 她真的是当今公主 你胡说 我才不信 你等着 我现在就找我父皇 将你满门抄斩 来来来 放开 放开 吹牛吧 来 来来来 来 来 抢 公主给我米 你竟然把我米撒一地 你不卖给我 我就是要撒你的米 走 我带你去报关 谁怕谁啊 走 走 排下何人啊 这些大人 一定要为草民做主啊 这俩刁民 抢我的米 还有这种事 你说谁是刁民 你们俩 抢我的米 你才是 这俩人 抢我的米 明白 都看着我 你不是那个主持人 陈匹 公主 我 公主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 还真是巧 大赛主持呢 那是我的业余爱好 还能结识世家公子 何乐而不为呢 你可真会啊 行了 别去救了 赶紧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吧 您这是 他说我抢梁 草民不敢 草民不敢 大胆草民 嬉嬉嬉说来 还是我来说吧 我们在大街上走着 看到有很多难民 几乎要饿死 火鱼心不忍 想买点粮食发给他们 结果 他不肯卖 你还有这种事 是是是 草民也无奈 是伤会的事 不让多卖 一人只能卖 两斤 多了不行 要不然他会插我铺子 伤会 谁家的 说 说不说 是是周家 周家 周家什么伤会 县令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 说 不说本公主治你的罪 我说我说 什么人 黄天化月 居然有人敢行刺啊 先令 你别怕 你说 你别跑啊 你走开 走开 又功亏一篑 气死我了 那个先令 明明就知道什么 就是不说 没办法 这肯定是世家子弟 他不敢说 我不管 我就是看不惯 那么多百姓遭殃 我一定要告诉父皇 我也要反应 这百姓们遭受旱灾 已经够苦了 还有人刻意要哄抬物价 进来 多地大汉 许多灾民进入京城 中千家可有解决之法 禀陛下 灾民祸乱成灾 臣以为 请兵部的人出面即可 不可 他们都是朕的子民 一定要妥善处置 皇上 可以从户部拨款 开仓四周 不过每天 要有数量的限制 这倒是个办法 钟爱卿 还有没有其他的提议 皇上 臣还有要事相告 说 这城内有人故意哄抬梁架 导致民不聊生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周大人 我又没说你 急什么 我那是生气 怎么会有人哄抬梁架 那就是说皇上 治理不周啊 昨天是我亲眼所见 连公主都可以为我作证 天平 我真如此 绝无半点虚言 既然如此 朕令你 特查此事 务必要水落石出 是 皇上 臣想 您再交给臣办另一件事 何事 臣想解决 城内百姓的用梁问题 这是户部的事情 你怎么能够参与进来 皇上 我怀疑城内有人中饱私囊 所以 我才想自己亲自料理此事 你是在说我呢 周大人 我可没这么说 你 好 罗天家 别那么急吧 臣平又没有指名道姓 再说了 你们户部事务繁忙 这酬粮的差事 就交给他吧 谢皇上 是皇上 好女臣平 竟然和我作对 怎么了 生这么大气 你知道 咱们家的梁号 一直控制着京城的梁食吗 我本来想着外地的灾汉 灾民的永路 可以趁机地好好捞一把 没想到 全被他给搅合了 陈平 又是他 是啊 本来皇上不知道梁家的事情 他全给说出去了 要不是我派人 去威胁的限定 他早就说出来了 看来此人不处是不行的 那父亲想怎么办 你发号施令给所有的商号 任何人不得卖粮 尤其是这个陈平 一斤都不可以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你怎么什么差事你都敢接呀 城内有人中饱私囊 多少灾民之间饿死了 我看不惯呢 看不惯 少爷 我去了 卖粮的说 一斤都不卖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你懂什么啊老头 这正如我所料 快点快点 动作麻烈点 别傻了 别傻了 你怎么也来了 我爹 你说呢 少爷 日子一斤都不能卖了 为什么 我知道 肯定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做的 对吧 对对对 少有老 下有小 现在得罪不起 我理解 你说 你现在卖多少钱 现在卖给在民六十万 又账 没办法 行 我出一百文 真的 我说 我出一百文 你还卖 卖 卖 火箭 来 给他 米 父亲 哎呀 不好了 慌什么 慢慢说 哎呀 父亲 这个陈平 他买到粮食了 什么 谁这么大胆 陈平他出一百文购买 他疯了 哎呀 这千真万确 这现在很多米铺的老板 这宁愿得罪我们 也要卖给陈平粮食 他哪来这么多钱 这会不会是公主 在背后支持他 有可能 以他的家底 不足以支撑一城的难民 那我们 该怎么办 那要不要 咱们也把粮食高价卖给他 不 我们跟他一样 以他的价格收购 这 那我们不是赔大了吗 没事 我们大不了损失一些钱 但是陈平要是收不到粮食 那就是砍头的后果了 隽 告诉所有的粮谱 我们也以一百文一斤的价格收购 万万不能让陈平收到粮食 好 少爷 少爷 粮食的事情怎么样 如你所料 那些粮商 再也不卖给我们粮食了 全被周家买走了 好 鱼儿上钩了 可现在怎么办 我们买的粮食 已经不够发了 随我去粮铺 是 老板 老板 呦 这不是陈大人吗 这怎么有时间来这了 你果然在这 周家商会的老板 就是你吧 不不不 我这是来帮忙的 不是老板 不是老板 老板 老板 陈少爷 你 你来了 老板 我来够粮 还是和上次一样的价格 再给我来五百斤 实在对不起啊 今天粮食被 周公子给爆了 你还是去别的家看看吧 周公子 一百文一斤 你好大的手笔 怎么了 我们就是有钱 你不服啊 你跟你父亲是一丘之鹤 要你们处处跟我父亲作对 这就是下场 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看着灾民在街上饿死 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 那一群刁民 贱如草芥的爱死爱活 关我鸟事 你笑什么 我笑你快完了还不自知啊 什么意思 不出三天 我要你哭 我听说粮食都要用完了 还愁不到粮 你准备怎么办 不着急 不着急 都火上眉毛了 这样不更好 你就可以去找你的张哥哥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提他 莫夫人 人体那么差 我才不行 好啊 我有对策 今天粮食就应该到了吧 真的 少爷 正如你所料 外地的粮商全都到了 很好 就按照我说的价格 二十文一斤收购 是 二十文一斤 这么便宜 这不就是我的计谋了 那你就不怕 周家再次收购 怕他们 他们买得过来吗 你用这么低的价格收购 你就不怕 他们再约回去啊 你笑什么 我说的不对 我笑你可爱 这 而且 现在天气不太适合保存粮食 这还没运回去的话 这粮食估计就要烂掉了 原来如此 高啊 这一次 周家父子 总算有危难 什么 几百名粮商来到了京城 这现在粮价 他已经调到二十文一斤了 完了 这下去要完了 父亲 那咱们手里存的几万斤粮食 是不是要烂在手里了 好你个陈平啊 一切都是他的计谋 气死我了 这个陈平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好啊 城里的灾民 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好 真心愉悦呀 好 父皇 陈平这次 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对 朕要好好赏你 陈平啊 说 你想要什么赏赐啊 能为皇上分忧 为全城百姓造福 是微臣的荣幸 不求什么赏赐 朕没有看错你 对了 听说 你很久没有去制造私了 那里确实不适合微臣 我能不能不去啊 这样 你要是不想去 就算了 谢陛下 我想去制造私 那么这人再给你封一个 皇上 臣不想做官 我想 开个饭店 是啊 我想从商 是农工商 商牌在最末 你不嫌够人啊 是啊 农商这条路呢 是有些不体面 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皇上 我觉得 职业不分贵贱 你又不会做饭 开什么饭店 不会做饭也不影响 我会经营不就行了 我觉得 有点不妥 女儿 既然陈平有想法 让他试试啊 陈平啊 你想开个什么样的饭店 我的饭店 是要面向全城百姓的 百姓 那是挣不到钱的 只要经营的好 照样赚钱 那是个饭 陈想开个 自助餐 自助餐 何意啊 他的做法就是 由就餐者 随意在用餐时 自行选择食物 可以拼桌 可以同时 吃完就走 非常方便 哎呀 这个主意好啊 怎么后宫啊 也可以试一下啊 听起来 这这这 挺新奇的呀 啊 我还是觉得 不靠谱 放心吧 放心 张兄 听说你这最近生意变差了 还不得怪那个陈平 毁了我的名声 是我张家的生意受到了牵连 想不想报仇 当然想 我可不得失其肉 紧其皮 那好 机会来了 你知不知道陈平准备开个饭店 他要开饭店 他不是什么制造司司程吗 这就是他的愚蠢啊 物从政 他从生 正好正中你的下午啊 很好 既然如此 那就休怪我 等他饭店开业那天 就送他一份大力 看 新店开张 每位贵客禁店享受八折优惠 本店推出特色自助餐 欢迎各位进店品尝 你走啊别走啊 你来看看 这少爷这怎么回事啊 不知说好的媒体弱势呢 怎么都没人来呢 说的嘛 你去尝尝去 来 得嘞 别看了 咱们不会来 张公子怎么来了 这又不是知道陈老板开业 前来祝贺你吗 我看来者不善吧 怎么能这么说 我还给你带了一份贺礼 什么贺礼啊 陈老板开业 我与你同庆 我旗下所有的饭店全部打五折 便送上好酒一壶 我说怎么没人来 原来是你搞的鬼 都查清楚了 许多餐馆都在打活动 他们都去那边吃饭了 怎么样陈平 我说的没错吧 就等着关门 你不会真以为我没办法 百里子 这是百里子的歌声 各位 凡是来本餐馆就餐的顾客 都能免费欣赏到京城第一花腿 百里子的表演 而且只需要交一次钱 就能无限量供应随便吃 你以为这样 他们就都会来了吗 你太天真了吧 进去随便吃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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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 进啊 里边请 这什么情况 他们怎么都进去了 张公子 你可太低估百里子的魅力了 那也不可能 我们家的菜色还是品质 都是一等一的 你们根本都比不了 你不仅低估了百里子的魅力 你还高估了百姓的消费能力 你的餐厅 它可是高档场所 而我这里就不同了 定价低 又能欣赏到最好的表演 你说他们会不会进去 好 拜拜 拜拜 百小姐的琴声真是曼妙 听得我都陶醉了 就你会说话 把人家骗到这里来 给你干活 怎么能叫骗呢 各取所需吧 对了 我的香水不错吧 太好用了 你的香水别具一格 我用了 别人都迷我迷的不行 全都问我是从哪来的 那就好 只要百小姐经常上我这里奏曲 我就能保证百小姐一直得到这种香水 好啊 真的吗 恭喜张兄啊 我听说城里的富商还有达官显贵 都在你店里用餐了 可是百姓都去了陈平的店 现在他的店红得不得了 怕什么 一群贱民而已 不值一提 可是架不住数量多啊 这样一来 他的收益肯定不低 这怎么会这样 这个陈平总是齐高一招 没关系 我还有办法 你还有 没错 你知道李正道吗 他刚刚晋升完盐铁使 盐铁使 没用 陈平肯定用的是官盐 抓不出什么把柄 不不不 要查 但不是时候 什么意思 官家的盐谁来管 当然是有资格售卖的商会 谁家 我家 那是谁 给你家授予的资格 当然是户部了 啊 我明白了 你是说让我断了他的言路 然后逼他用私言 最后再让李正道去查 没错 哈哈哈哈 哈 这菜有胃啊 今天这菜可有点不丁肩啊 我也想 这也太难吃了 这什么东西啊 太多人坏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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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走啊 这什么情况 怎么都走了 不知道啊 这客人吃着吃着说难吃 都走了 不 不 这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难吃 这什么盐 这 我去后厨问一下 少爷 这问清楚了 就是盐的问题 快说 今天厨子们去买盐 发现各大盐铺 像商量好了一样 就是不给他们卖盐 这没办法 为了做菜 厨子们只能用醋盐代替了 原来 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啊 这没了精盐 这做菜怎么办呢 这 假如 我们自己弄精盐呢 怎么样 好吃吧 嗯 好香啊这 这比之前的还要好吃 哇 这盐也太细了少爷 那是 哎 这个提唇的过程 可是非常复杂的 除了我 这世界上 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 哦 还得是少爷牛啊 去吧 把大门打开 我们继续营业 得嘞 哎 陈大人 好久不见 是你了 你来做什么 在下 现在是京城的盐铁室 专门负责调查 一切盐茶的饭买 哼 我们有关系 我接到举报 有人说你在这里使用私盐 胡扯 我们这里使用的全是官盐 是吗 给我送 是 报告大人 你看 来人 向陈平大人给我拿下 什么意思 抓我 陈平 人赃俱祸 你还敢狡辩 说 这四盐从何而来 买的 买的 现在所有的商铺都不会卖盐给你 你从哪儿买的这么细的盐 这不是四盐是什么 谁说细盐必须买 粗盐磨都不行 粗盐磨 普通盐教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磨不出来 你凭什么 你办不到只能说明你智慧不够 不可能 我不信 除非你现在给我展示 好啊 上工具 好啊 怎么样 现在信了吗 你 陈平 你给我等着 救 陈平 星云 你怎么来了 我杀了你 怎么回事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好你个陈平 你居然沾花惹草 我要杀了你 公主 何出此言呢 我问你 你是不是又和那小浪提子联系了 你说谁啊 百里雪 啊 你说她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我看你就是看上她了 我真的 我发誓 我请她来店里表演 好戏 不够 不对 还是不对 你送我的香水 你是不是也给她了 你说了那是我的专属 你居然还给别人 星云 你听我解释 那只是 我不听 你太欺负人了 我要跟你解除婚姻 星云 你别过来 陈老爷 你给我让开 让开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敢惹公主生气 你至少活够了你 老头 你干嘛又打我 怎么了 我是你爹 好 你再打我 信不信我再给你一拳 你还敢打我 看了 你也知道 这打人解决不了事情 现在人家公主要退婚 你说怎么办 瞎操什么心 这我自己能解决 我却红得开心 你能解决 你就给我赶紧去 时间不等你 公主 你就别生气了 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她肯定是习惯上别人 我明天就要去跟她退婚 或许陈公子有什么别的事呢 公主 你再等等 还等 我都等了一天了 我不管 我明天就要去找父皇 我一定不要原谅她 算了公主 你就原谅陈公子吧 她其实挺在乎你的 不对啊 你今天 怎么一直在帮她说话 是不是 神罗她什么好处 没有 没有公主 别问她了 是我指示的 谁让你来的 我一点都不想见你 是吗 怎么我刚刚听说 某人在怨谁 一天都不来找她呢 胡说 我 我 我没有 好了 别生气了 你知道错了 你在哪儿了 我不应该把送你的香水送给她 但你听我说 我送给她那是最初版的 送给你的是精心改良的 真的 当然了 不行 那也不够 好 干嘛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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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啊 这叫烟花 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你喜欢吗 喜欢 外面什么动静啊 打仗了吗 谁知道呢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禀告大人 外面是 陈平在乎公主开心 放的叫烟火 陈平 又是陈平 现在整个精神就数她风头最盛了呀 她那个老爹 在朝堂上多次为难老夫 爹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我们迟早要完蛋啊 烟火 你不觉得听起来就很危险吗 少爷 那些剩下的材料怎么办 收拾好之后放到仓库 记住啊 千万要远离明火 你放心吧少爷 都交给我了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外面仓库着火了 我去这儿 少爷 少爷 不好了 不得着火 啊 老爷被烧伤了 走 怎么样 要怎么做 大夫说老爷只是被轻微烧伤 但是吸入了大量的浓烟 恐怕要休息好一阵子了 骑虎的原因找到了没 没有 走跟我去看看去 好 这 哎 哎 少爷 这都烧黑了 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不 肯定还能看出点什么 啊 你看 那里最黑 应该是起火点 是啊 这里之前放的是什么 那里 我记得放的好像是 造烟火的材料 那栋烟火被点燃了 那确实比较容易起火 你远离明火了吗 当然了少爷 我特地按你的吩咐 放到最远的地方 就怕有什么火线在到上面 那就奇怪了 难道真的只是酒盒 这 怎么了 少爷 这好像 是白铃燃烧后尘的一致 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了 昨日 陈尚书的府上突然失火 陈尚书不顾个人安危啊 深陷火海抢救朝廷物资 虽然没什么大损失 自己却上得卧疮不及 可歌可泣的精神啊 实属令人感动 杰禀皇上 臣听到的传闻 不是这样的 那你 说说看 臣听说 由于陈平在仓库里 放置了大量的火药 才引起了急火 因此 则是陈平之光 禀圣上 周大人所言极是 我听闻的也是如此 果真如此 皇上 的确是因为我烟火的原材料 导致了火灾变大 陈平已然认罪 皇上 赶紧把他拉出去砍了 皇上 我的烟火本意 是为了哄公主开心 没想到 成为了伤害我父亲的诱因 没想到 李军没想到 就能掩盖朝廷物资的损失 真是天真 皇上 我的烟火 根本就不是火灾的真正原因 而是有人故意纵火 什么 一派胡言 明明是陈平的错 他想逃避责任呀 陛下 李大人 我又没说你纵火 你急什么 我急 我急了吗 大人 你急了 急又怎样 朝廷的安危大于一切 急是应该的 我看 你是做贼心虚吧 你血口喷人 够了 既然 此事有疑点 陈平 此事 是交与你查办 是 皇上 少爷 您正在做什么呢 我在弄个发明 啊 我关于什么呢 皇上有 一等 这么厉害呀 哎 当然 对了 让你查的事情 哦 对 您让我查的那个物质 我查到了 只有知道私材了 而且 昨天晚上 有人看见李正道 离开了李福 是 他现在在哪 他现在 在城外狩猎 是 大人设的真准啊 谁 陈平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来找你 找我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昨晚去了哪儿 昨天我就在府里呢 撒谎 你根本就不在你去了我家 胡说 你是想说 你们家的火 是我放的 还不承认 你有证据吗 我当然有证据 没证据我会来找你 你还记得 你有什么放火的 是白鳞 白鳞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白鳞一燃 但是 在燃烧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物质 从而 留下证据 那又如何 这些 能证明什么吗 其他人也照样有可能啊 可这白鳞啊 整个京城 只有制造丝才有 怎么 没话说 火就是我放的 怎么 奈我何 你蓄意放火 毛害朝廷命关 毁坏重要物证 这些加一下 都是死罪一条 就凭你的一面之词 会有人信吗 那你觉得 我会没有证据 没关系 你没有这个机会 上 这么说 你是想杀人灭口 只要你死了 埋尸在这荒郊野岭 就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头上 你觉得 我会没有准备吗 有准备又怎么样 就算你带来了很多人 我同样也可以轻松的把你杀了 不用那么多 我一个人就能把你们全部都杀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 你可笑死我了 大家伙都知道你手无缚继 真搞笑你 看看这是什么 拿着破烧火棍你来吓唬我 我好怕怕呀 哈哈哈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动手 这什么情况 这 这是何物 哎 放心吧 这叫火冲 没见过吧 妖物 偷偷都是妖物 我 现在没人 保护得了你 去 去哪儿啊 回京面圣 好你个厉生的 你竟该故意纵火 陛下 十九二一时糊涂 请陛下重新发怒 皇上 此人蓄意放火谋害朝廷命官 毁坏重要物资 请皇上 严惩不待 你 必须严惩 马入大牢 求和问斩 陛下 是 是老臣 皇上 一人做事一人的 这些事都是我做的 我今后发作 你 你个弟子 没人呢 押下手 求和问斩 陛下 陛下 陛下看着老臣 这么多年的面子上 陛下呀 爹 爹 陛下 老臣 告退 陈平 你都看到了 现在朝中 世家各方势力盘根错锦 刚才 我明明知道 李卓有问题 却又定不了他的罪 可我怎么听说 是李大人出身寒门 可他的岳父是当今国障 朕 不能不给他这个面子 原来如此 现在的朝堂 十之八九 都是世家子弟 可他们个个都是废物 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呀 谢皇上 所以 朕想改变这个现状 让更多的寒门子弟 都可以为朝廷效力 那我能做什么皇上 从文出发 改变世家子弟 垄断读书人的现状 好 皇上的意思 是想让更多的人读书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我能做什么呀 陈平啊 你来看 现在的纸张都是奢侈品 每一张纸都非常昂贵 皇上原来是想让我改进造纸术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改进可以 只是 这是什么 只是 要改进造纸术 那必须得去造纸厂 那里可是周大人的地盘 这里面牵扯太多 这又何难 陈枝有令牌 保你畅通无阻 来 我 对 来 谢陛下 站住 造纸重地 严禁入内 你怎么来了 我要进去看看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里是重地 没有皇上的命令 传者死 那你看看 这是什么 怎么了 一点难受的 吃坏肚子吧 你这造纸设备谁造的 我们这都是最新设备 都是采买的 怎么着 全部拆掉 重新换 拆了 你知道这些设备花多少钱吗 这些设备都太落后了 你说这些设备落后 这些设备 放眼全国 那都是一等一的 现在 还远远不够 我刚才看了你们的生产 一天最多 能生产几百张举 这要什么时候 全国的人才能买得起书 全国人民 这读书 是我们世家子弟的事 这些贱民也配 我今天到这来呢 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 今天开始 造纸厂停止生产 全部更换设备 凭什么 这皇上的御赐令还在此 你 那也不行 这些都是新设备 我们已经无法再换新的了 咱们工匠们 能力也就在这儿了 为你考虑 图纸我都准备好了 你是有备而来 当然 你就照做就好 那也不行 咱们原材料不够 咱们做纸的材料 都是从东边运过来的 跟不上 这一点也不用你考虑 我可看过了 这城外有一片竹林 那里的竹子是完全够用的 竹林也能造纸啊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等等 七天内我要看见机器造好 一个月内我要看见十万张纸 听见了吗 这 这都是你做的 当然了 哎呀 这些纸光滑又细腻 你之前的纸还要薄 这纸太好了 最重要的是啊 现在造纸的效率提高了 一天有好几十万张 要是未来扩大规模后 那一天上百万张都不是问题 哈哈哈哈 陈平啊 你肯定要的真是人才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可相信不出几年 就能打破 世家垄断朝堂的局面 好 陈平 朕要好好嘉奖你 朕决定了 立即举办 你和公主大婚 谢皇上 李大人 你知道吗 皇上现在要整顿世家 第一步就是改进书籍 以后啊 这贫头老百姓看的书 就得和我们一样喽 你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儿 求后问斩 多次上书 皇上他视而不见 可怜我的儿 这一切都是陈平的错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搞出来的 现在还要和公主成亲 可恨哪 该死的东西们 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债 李大人 说得好 你想怎么做 我全力的支持你 现在朝中所有人都以陈家马首是瞻 是时候该去趟北方了 我要给他们的魂殿 准备一份大礼 北方 你是说 对 希望神明的店整整日上 干杯 来来 干杯老爸 还要祝公主和驸马二人新婚快乐 陈平 你这酒怎么感觉不一样呢 比寻常的酒要更香醇一些 这可是我自己酿的 这可是我自己酿的 我很好奇 和以前的你完全不一样 我不都说了吗 我是从以后的时间过来的 是你们不信 又在乎乎 不信是吧 好 这就是证明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叫抗生素 当初 你就是吃这个活过来的 是吗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啊 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产物啊 这里肯定没有 而且靠着它 救了很多人的命 这么好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啊 这样的话 人手一个 大家都能好好活着 我也想啊 只是 以现如今的技术水平 做不到啊 没事 这里还有两个 星云 这个给你 关键时刻 你吃掉一粒 能保性命吗 这 启禀公主殿下 陈大人 有什么事啊 皇上召见陈平 说有要事相伤 可恶 皇上 何故生如此大气啊 你们知道 李卓他去哪了吗 他去了北方 你们可知北方是何地 没部落 他投敌了 好吧 李卓竟敢叛国投敌 带走了制造司 很多精英的图纸和先进的设备 甚至 还拿走了我 大军的布防图啊 现在敌人 把我军的情况知道的 那是一清二楚 谁有此理 谁有此理 这个人抓到 一定要千刀万刮 皇上 当务之急还是要早做决定 提防敌军来犯 前方前报 好 敌人的大军 具我边境不足五十里 皇上 让臣去吧 臣有良策 你出什么热门 他不是马上就要跟公主结婚了吗 国家有难 臣不能做生理 臣有办法能退敌 臣有办法 是的皇上 给我一个月时间 不能造就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好 只要有办法退兵 你将是本朝最大的功臣 我不要 我不同意 星云 你怎么来了 我们好不容易要在一起了 你绝对不能上战场 云儿 这事还得商议啊 回去吧回去吧 我不 要是我走了 臣兵就会离开 哎呀 皇上 这件事交给我 我来和公主好好说说 去吧去吧去吧 你还记得这里吗 我第一次带你看烟花的地方 记得 那晚的烟花好美啊 可是这战争一打 百姓们都会流离失所 再美的烟花 都没有心情去看 道理我都懂 只是这招 偏偏是你去吗 没办法 我做的东西 只有我的人 和我的指挥 才能发挥出效果 不行 还是太危险了 瞒一人彪悍 你一见文臣 手无腹肌之猎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 放心吧 我有万全之策 你忘记上次 我是怎么把李生道 抓回来的吗 当时流传 你一个人单枪匹马 对付好几个护卫 一个人就把他拎回来了 是啊 不是好几个 而是十几个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你一个人 对付十几个人 大内高手也做不到 这就要靠装备的优势了 只要士兵用了我做的装备 那他个个都能以一挡十的 这么厉害 当然了 我知道了 真的是从未来来的 你现在相信了 嗯 你做的事情 超越了太多我们这个时代 我理解不了的 所以我才能做到 你们做不到的事 那你在你那里也很厉害吗 那当然了 我堂堂物理和化学的双料博士 论智慧和材质 没几个人能比得过我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都怪那场核实验 明明都设计好了 不知道怎么了 眼前一黑 下一秒我就到这儿了 这天就是失败了 你还吹 就当是失败了吧 不过 这次 你可不能失败了 因为 有我在等你 你放心 你等我回来 一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 嗯 少爷 少爷 你要的人我都给你找来了 这些 就是城里最好的铁匠了 还有就是 他们都是张氏商会的 所以 张胜也来了 大家先听我说啊 大家晚上都叫我们出来干什么 我们还有回去打刀尊蟹呢 没错 马上就要大战了 再不多多打点兵器啊 都来不及了 大家仔细听我说 我特别能体会到你们大家的心情 我这次喊大家来 就是为了兵器的事儿 陈平 你又在搞什么鬼把戏 实话告诉你 咱们之前做的兵器 全都没有 白瞎了 陈平你胡说什么 我们造的兵器 每一件都是按照标准来了 那为什么在前方屡次传来战败的消息呢 那是因为蛮夷的人消勇 而且他们的盔甲都很结实 难以刺穿 这不就问题所在吗 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善兵器 你想造什么 枪 枪 就是这个 一个月内 我要你们做出一千把 就这 烧火棍而已 仔细看着啊 现在谁还有意见 皇上 臣认为让陈平领兵的事情不妥 周尚书何出自言 这陈平年纪尚轻毫无带兵的经验 如果让他统领全军 恐怕会一去不复返呢 周大人 你这话听起来怎么像咒而死啊 你认为他有能力统领三军吗 皇上 臣有信心 周尚书刚才说的也有道理 朕虽然很信任 但你确实是缺乏经验 此仗非同小可 事关重大 皇上 臣建议让有经验的将军带兵 这陈平让他在一旁协助即可 皇上 臣发明的装备需要战术配合 如果让别人去的话 恐怕发挥不出效果 不就是炸药吗 谁还不会用呢 这分明是在嫉妒我儿的才华 嫉妒我 开什么玩笑 我就是在为万万的百姓担忧啊 好了 别再斗嘴了 朕议已决 三军统帅由霍将军担任 陈平 陈平 再领一千人军队 由你自行负责 皇上 万万不可呀 朕议已决 不必再说了 明日 敬天败祖之后 大队即可出众 臣 领旨 放心吧 我会回来的 我会等你的 那我走了 等等 这个 这我不需要 你留着吧 阿姨你拿着 我放心 走了 你千万小心 我等你回来 我等你回来 公主 公主不好了 怎么了 是不是陈平出事了 不是 是她的饭店 火箭们都要走了 什么 走 去看看 你们都停一下 你们干什么 怎么都不干了 老板都不在了 我们留在这里干什么 可是她还会回来的呀 可是她还会回来的呀 老板出去打仗了 这一打 就不知道护年马月了 等到什么时候 你们都是她的火箭 要是你们走了 这个店不就垮了吗 是啊 你们也知道 这店以前有多火 再等等 驸马会回来的 火 那是之前呢 老板没了 我们也待着没意思了 还是走吧 陈平不在了 不是还有我吗 公主 你要干嘛 这个店 是陈平的心血 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她就垮了 我要替她留着 可是公主 你什么都不会啊 你平时连早起都困难 更别说开店了 为了陈平 我什么都可以 不就是开店吗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们的新老板了 工钱和待遇 一切照旧 公主靠得住 要不留下了 我是当今公主 难道我还会骗你们吗 好公主 我们愿意跟着你一起 兄弟 把这绳子 马车都检查检查 我们这是在哪儿 少爷您看 我们现在 已经进入到了敌人界内了 哎 少爷您说 大帅让我们先行查探 是有什么特殊用处吗 我也不知道 总之一切小心 是 不行 不能再往前走 我怎么说 我怎么感觉 我一直是在绕圈啊 这 这么说 是啊 你说这现在又是个阴天 没有太阳 挺难辨别方向的 再前进就太深了 少爷那怎么办 我有办法 哎 少爷您这是 嘘嘘 别说了 不检查方向 那边是北 我们朝这方前进 少爷 这怎么知道的 这是指北针 肯定啊 这不愧是少爷强啊 走 什么人 陈平 我们又见面了 李卓 解禀皇上 我军与敌人血战数月 依然是僵持不下 但是粮草 几乎就要耗尽 如果再坚持下去的话 恐怕对我方不利啊 皇上 现在正值关键的时候 千万不能断了军粮啊 老臣 愿亲自带队 去运送军粮 你所赢的 那就有老臣请假了 对了 陈平怎么样啊 暂时 没有消息 恐怕是上了战场 躲起来了吧 周大人 我儿在战场上浴血奋战 请你不要诋毁他 报 皇上 前方传来战报 讲 我将军大军 被敌方击败 我军正在节节败退 什么 全平呢 陈大人他 陷入敌阵 了无音许 现在下落不明 小二来壶酒 来了 你又怎么了 枯萨的脸啊 你看 我们爹生意多好 公主 驸马他有消息了 什么消息啊 他打赢了 没有 让公主失望了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给你带来消息了 什么消息啊 陈平呢 公主真聪明 正是陈平 说 公主别听 你快说 陈平 他叛国了 他叛国了 你再胡说 这不可能 千真万确 陈平带着队伍深入敌营 一直没有出来 而且敌人也没有报告 斩烧我方首领的消息 你说 这不是叛国 这是什么 这也不能说明陈平叛国 也许 只是交战在一起了 公主 你可真天真 陈平身边就有一千人 怎么跟十万大军看好 没有证据的事情 你再敢胡说 我要我方砍了你 天真哪天真 皇上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 我将军在前方吃了败仗 很快大军就要押尽了 大军押尽你也得玩 我只是一个商人而已 谁来当政 都以为 我只要老老实实做我的生意 谁以证都行 你 白泪 无耻 等到大军押尽 我看你能嚣张到几时 皇上 千万别灰心 还会有转机 还有什么转机 这是前方刚送来的军报 这 十万大军啊 啊 不到半个月 全都要押尽 千万不溃败 皇上 臣有句话 不知当奖不当奖 想 我们虽败 但是 损失的城池并不多 不如 割让你先 或许能让敌军退兵啊 你让朕各地投降 臣 愿意前往和谈 皇上 万万不可呀 不搁城池 你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难道都像陈平一样 躲起来吗 周大人 我而陈平 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好了够了 别吵了 同一周上书的提议 愿意割定 皇上 是皇上 报 你告皇上 臣平回来了 臣叩见皇上 哈哈哈哈 臣平 你怎么回来了 臣打一胜仗 当然要回来 大 打赢了 带起来 主 皇上 这个人在半路伏击我 直接被我抓住 就当战俘了 你为何要通敌叛国呀 我呸 我快求让你饶我二人一命 你视而不见 万口的人意道德 实际虚伪至今 你这样的人 只配做王国之君 你 放肆 你想死 死有何怕 想死吗 不要灭了你的九族 来人哪 把他给我拖下去 老兄弟们 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把他罪堵上 皇上 不必为他动怒啊 像这种罕奸卖国贼 他不配 别急 皇上 还有呢 带上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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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 什么这是 敌方的君主 满王 这是满王 对啊 我亲自抓的 你只有一千人马 可对方有十万人马呀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皇上 这就要归宫火冲了 臣被足了弹药 直接杀他个七进七出 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没人拦得住 直接拿下来 难道这真是他吗 我也没见过 真的 他的印件 这是什么 奴甲帮换 你老实交代 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的战略部署的 说 当然是有人告密 没半个月 对不起冒送来 谁 就是 好 皇上 皇上 这也许是陈平派来陷害我的呀 这个懦夫 敢做不敢认 我这儿 还有他手写的信件 来人哪 马周辉 拿入死了 听后马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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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冤枉的呀 对了 还有一个姓张的 他专门负责给我们提供物资 并是张氏商务 抓 抓抓抓抓 都给朕抓了 平啊 你考虑了大功了 陈 一定要好好生存你 皇上 陈 现在只想做一件事 咱们今天还开业吗 都已经到时辰了 今天没心情 歇一天 是 你们今天还营业吗 今天不开了 你明天再来吧 我就要今天吃 还得你赔 你好大的胆子 陈平 好 星云 我回来了 就等了 你终于回来了 他们都说你失踪了 没有 我歼灭了敌军 我们赢了 真的 我刚从皇上那边回来 就回来看你了 谢谢你 照顾好我们的店 要不是我 你的饭店早就没了 谢谢你的机密 我们的大婚 就在这里举行 好不好 谁说要嫁给你了 那可不行 我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 我就已经做好了当驸马的准备 好啊 好啊 那 我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 谢谢你